活动大概在三分钟开始 那现场前面这边还有三个摇滚区的位置 要欢迎后面坐在后面读读 可以尽量往前面 做前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待会签书的时候可以跑第一 坐后面就要排队了 好所以欢迎大家到前面来啊 也可以更近距离的听老师这个非常精彩的演讲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 各位現場的讀者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寶貧文化的總編輯朱亞軍 今天非常開心來到現場 然後沒想到這麼快就有這麼多 不管是家長 老師 我想先問一下 這邊是老師的請舉手 我要向你們致敬 那其他剩下應該就是家長了 我覺得不管是老師或家長 今天能夠在禮拜六的晚上 然後六點半的時間來到現場 我覺得你們都是一群非常關心教育 也關心小孩 然後願意為這個付出時間的人 真的非常要謝謝你們 我們這本書陪伴孩子的情緒行為障礙 是我們跟王毅忠老師合作的第十五本書了 這麼十多年來 王毅忠老師一直在這個領域努力 讓他不停的奔跑 就是在高鐵跟高鐵之間穿梭 然後又回到諮商室 然後又在高鐵上到處去演講 那不斷的把他自己所面對臨場的 臨床上面碰到的經驗 還有他自己所學 結合起來去幫助非常非常多的小孩 那因為老師的演講超級的 我要說一下 我因為這本書的出版 所以我的高中同學 還有那個中學的同學當老師 就突然跟我聯絡上了 我是太驚訝了 因為他們都在學校當老師 也都因為當老師 所以碰到很多孩子這些問題 那心理有 在工作上心理上都有非常大的壓力 然後他們很開心說 老師出了這本書 這也是國內第一次有 有用國內的臨床心理師 然後用實際的例子寫下這樣的一本書 那所以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王毅忠老師 現場爸爸媽媽老師晚安 晚安 有些話你非常非常熟悉 教室裡不斷的不斷的 安靜 再看一看 再安靜一點 講不聽 你們在幹嘛 不要再給我動囉 不要再給我動囉 要咳嗽一次咳完 我四四分鐘的課 你咳了多少時間 我課都不用上了 我課都不用上了 我講不聽 講不聽 講不聽 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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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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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這些話你非常非常的熟悉 當然 講不聽 因為你講了 講了好多遍 講都沒有用 當然我比較好奇 如果用講的沒有用 那你為什麼還要再講 當然有的孩子他控制力差 畢竟你的課常常被他衝斷 但是你的課還是得上 上課了 上課了 現在現在 來點個鈴聲起來 來 你站起來 當你把他叫起來的時候 你又發現一件事 不只每次點到你 你一句話都不說 但是主導紀錄卡上面寫得很清楚 你在這樣的時候 該講的不講 他不該講的 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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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算了 換個男生 換個男生 你站起來 當你把他點起來的時候 你又發現一件事情 老師 嘩嘩 老師 你突然點我 嘩嘩 你要問我什麼事情 嘩嘩 嘩嘩 欸不對 老師你自己點到你 你就給我眨眼 嘩嘩 你就給我手間 嘩 你就給我發出外聲 害老師跟你講話 我也是受你影響 各位 教室裡還沒接觸 老師 你又想幹嘛 老師 我能不能再去洗個手 你洗了多少遍 能不能不要再洗了 那個誰咧 王后中咧 王后中咧 沒來 今天又沒來 該來不來 算了算了 他媽媽有沒有打電話來請假 有請假 有請假就好 有請假 那就是家裡的事情 反正 中措 時間一到 他超過時間 他就中措 啊不然他要聚學 就在家 在家 就聚學 聚學 算了 你抱不得那個 控制不住的也 也不要來 好了 教室裡當然還沒結束 但是你發現 教室裡又有幾個 完了 那裡啊 教室裡 教室裡還沒結束 為什麼 你能不能不要哭 你能不能不要掉眼淚 我知道你很難過 但是老師心情 也不會好到哪裡 教室裡還沒結束 但是你好想結束 為什麼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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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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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努力 努力 想要拍好片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你 我也不知道 你去問一下應師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是你 我能不能結束 我能不能結束 各位 你發現一件事 教室裡 教室裡 的孩子 當然對老師來講 老師來講 發現我快招架不住了 當然 情障兩個字很沉重 特別是我們很容易把孩子 當你 愛生氣 我就認為你是情障 當我發現 謝師弟弟 你就是情障 當我發現 發現你動不動 就發飆 你就是情障 各位 如果愛生氣 就是情障 那說真的 現場我們老師 爸媽們 我們情障的比例 也算很高 當然不是啊 當然當然不是 情障 情緒行為障礙 在特殊教育法裡面 它寫得清清楚楚 當你告訴我 當你告訴我 黃老師 我們班上那個情障的孩子 事實上 我並不清楚 你要講誰 雖然我差不多 可以猜得出來 你要講的是 班上 那個讓你上不了課的 班上 那個總是 動不動就發脾氣的 那個孩子 可是我還是會先 按個暫停 我還是想要知道 我還是想要知道 老師 你所謂班上這個情障的孩子 他到底是哪一種障礙 各位你知道 ADHD JUDY缺境過動症 他在小學端 佔了情障的大部分 過動兒本身是情障 當然你也清楚 選擇性肩默症也是情障 好囉 如果有機會 各位重新編班 請問你要班上一個過動 還是五個 選擇性肩默 黃老師 你朋友愛開玩笑 不要說五個 最好全班二、三十個到見面 你也知道 安靜是一種美德 更何況 維持長時間的安靜 更是一種良好的美德 對問題就在這裡 問題就在這裡 第一線的老師 通常轉介出來的 大部分的需求 是誰的需求 我的需求 因為說真的 我得要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上這堂課 我班上孩子不只他一個 我班上有二、三、四個孩子 很現實也很自然 老師提出的轉介需求 通常是影響到我的教學 我的課真的很難上下去 因為你會發現 當班上有情障的孩子 特別是過動的孩子 老師的焦慮指數通常比別來講高很多 所以老師本來今天應該還聽講說 人該來、人沒來 人就到哪裡去 人就到醫院去 人到醫院去 好巧不巧又遇到我們的孩子 老師 老師你怎麼也來了 老師你怎麼也來了 我怎麼也來了 還不是因為你 你掛心智科 害老師得掛身心科 老師焦慮啦 老師焦慮 所以我為什麼得轉 因為我的課真的真的上不下去 當然 如果 如果 除了轉介出去 如果 有機會 有機會 這門老師 你的課幫他排多一點 能夠抽出去 就抽出去 有機會 有機會 如果有勤上勳慧老師來 能夠 音節就是音節課 能夠抽 盡量抽 國音宿設置 想抽什麼就抽什麼 如果有駐校心理師來 能夠安排就盡量安排 有專業團隊 臨床心理師來 那就排專業團隊 如果沒有特教生分 沒關係 那學生輔導智障抽薪 還有心理師 還有專輔 那就盡量抽 甚至於 你巴不得 他能夠不來就不來 為什麼 因為你發現你的壓力真的好大 說真的 這可以理解 孩子的壓力也很大 孩子的爸媽壓力很大 一般生的壓力也很大 至於一般生的爸媽 我們先暫時不讓他知道 因為 因為他們 從羅斯福路過去就過去了 你不要告訴他 我們在這邊談這些事情 因為那邊忍太多了 好囉 面對勤障 你會開始發現 他談的是一群各式各樣 不同障礙類型的孩子 這次剛才提到 當你告訴我 這個孩子是心臟 我可能想要先知道 他是屬於哪個類型 各位你會發現 在幼兒園小學端 跟心臟有關的 最容易出現的是ADHD 另外選擇心肌默 當然到小學高年級 還有一群對立反抗的孩子在等你 好 在這邊慢慢隨著年齡上來 國中 高中職 特別是高中職 你會開始發現 像有一些 搶碰症的孩子 有些情感性疾患 像憂鬱肇 當然包括思覺失調 也就是說 你會發現 當這樣子一路走上來的時候 不同障礙的類型 在小學端 國中端 高中職端 站的比例不同 當然有些畏懼性的 比如說聚學症的孩子 這裡的話 其實也都少在告訴我們 情緒行為障礙 它是一群非常非常 抑制性非常非常大 那這也是今天 我們在這個現場 在到八點半之前 各位現場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問 你隨時可以提出來 當然如果不好意思問 那沒關係 你問的都是幫你的朋友的朋友問 王老師 我要幫我LINE群組的家長問 王老師 我要幫我二夫媽以及我的女兒問 王老師 我要幫另外一個媽媽問 反正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你就盡量的問 為什麼 為什麼 待會兒會希望各位把問題拋出來 因為你會發現 每個人擔心的事情都不一樣 但是各位所提的問題 說真的 在這本書裡面 你如果仔細去研讀 你會發現 都會存在在那裡 當然看這本書 你千萬不要告訴我 這本書我已經看完了 你可以先快速的看完 但是接下來我會建議 選擇你需要的部分 接著你試著把這本書當成筆記本 你蓋在上面塗鴉的 你蓋在上面畫信 蓋在上面寫下你自己的想法 其實我會希望 你從這本書裡面 試著去了解這群孩子 為什麼了解這件事情很重要 特別是對低線老師說真的 老師想要了解的動機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在現場的老師們 真的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為在今天現場老師 多少回應我一件事情 告訴我一件事情 我有那個動機 想要了解這群孩子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當我不了解 我就會不斷的踩地雷 說真的 同學有沒有義務了解情戰的同學 說真的他們沒有義務 但是老師有義務 讓同學們了解 這是我對於這群學生的一些看法 那同樣的幾個概念 情障的孩子基本上 他們智能都在一個水準以上 也就是說他們不可能 因為在班上 再怎麼樣糟糕的狀況 被迫到特教班 被迫到特教學校 因為特教班 特教學校他們所要的 所進來的學生 主要是智能障礙中重度的部分 也就是說當這幾個基本的概念先有 另外現場的老師爸媽 也熟悉這件事情 有醫療診斷 不等同於有特教資格 但是通常有特教身份 大部分都會有醫療診斷 當然你可能在想 王老師 那我到底要不要幫我的孩子 申請特教身份 這裡幾個建議 如果你的孩子定期都在就診 甚至於你的孩子已經也在接受一些藥物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提出申請 至於有沒有過 這時候另外一件事 因為你會發現 情障的孩子在每個階段 要遭遇的事情 完完全全不一樣 今天國中會考 對於有些情緒行為障礙的孩子 他如果真的在考試上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他依然可以比照相關辦法 去提出他的一些申請 這個部分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當這群孩子 有了學校 特殊教育的一個保障 事實上不管在科業上 不管說是在親私溝通上 你會比較有一些法規的一些依據 當然你可能擔心 那老師我申請的情障的身份 會不會我的孩子就被貼上標籤 各位標籤根本不需要這一張 單單那一張 你還在講話 你還在講話 你要拍到什麼時候 我跟你講喔 我跟你講喔 你要按讚趕快按讚喔 講不聽講不聽講不聽 上課上課還在那一半天 咳說還要再咳嗎 還要再咳嗎 再給你吃機會 各位 這個印象 這個標籤就進來了喔 你不用擔心別人 也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先把這一群孩子 他們實際的需求 我們先試著喔 先試著把它明清清楚 好 寫這本書 當然 在一開始 在去年 不讓你孤單 在第一次新書分享會結束 當時我們一結束離開 就剛才我們合照的幾位 包括我們保平社長 亞勳社長 還有我們下 我們編輯 會委編輯 還有我們欣姐 就我們幾位 當時其實 在聊一件事情 對我來講 其實情障這個議題 一直一直需要被看見 也就是說其實各位 你在特教 你也會發現一件事情 在特殊教育 不談情障 似乎你會發現 你的教學生涯 好像少了一塊石 你不覺得不為圓滿嗎 不可能 在輔導諮商 在特教 你不碰情緒行為障礙 這件事情是不可能 其實我非常感謝保平 他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 一直寫 一直寫 當然 當時一個想法提出來 亞軍社長 當時馬上就想 那就寫囉 各位 這本書為什麼需要被看見 因為說真的 如果有機會 低線的老師 低線的爸媽 能夠多一些了解 這種情形 就像各位 你可能身旁有各式各樣 不同障礙的孩子存在 多一些了解 你就會發現 我們跟他講話的方式 我們對待他的方式 其實就會不一樣 多一些了解 多少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也可以多一些視野 瞭解我們身旁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身心特質的孩子 不一樣 其實每個人反而就不一樣 差別是我能不能接納 我常常講一件事情 如果老師願意接納這些孩子 班上的孩子就會非常非常不善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由於每個人 你所帶來的需求 你的擔心可能完全都不一樣 現場 你有任何的提問 現在心裡開始泡出來 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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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邊有嗎 針對情緒障礙 情緒行為障礙 任何的一些提問 來 剛好最近遇到一個孩子 就是比較活在自我當中 然後他似乎有點強迫症 然後遇到一些挫折的話 就是很容易情緒崩潰 這算不算情緒障礙 第一個 就強迫症來講 他是情緒行為障礙裡面的一類 主要跟焦慮有關 強迫症主要有兩個核心 強迫思考跟強迫行為 大家看到的比較多都是強迫行為 比如說今天你一直看到我在調這個手機 我一直覺得這個手機沒有擺正 我就一直一直花了好多時間 一直在調他調他 但是讓我一直重複做這件事情 主要這個點在哪裡 當我今天一個壓力下來 這時候我很容易出現一個 我無法去控制他的強迫思考 我很清楚知道這個強迫思考是不合理的 但這個思考內容每個人不一樣 假設我現在一直有個強迫思考 任何的事物都得要在一個水平面上 任何事物都維持得要一個非常非常的角度 每個東西擺放都得要90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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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但這個想法會讓我開始焦慮 因為我知道這個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問題來了 我現在看到任何事物都極度不舒服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 這個手機現在就要在這邊 我發現這個角度 我一直注意力 各位現在我在上課 但是我無法聽老師上課 我現在的注意力一直在這個事物上 我一直覺得這個東西一直沒有把它擺好 我一直想要再重來 再重來各位 這是一個重複性的行為 重複的行為 它會讓我轉移注意力 會讓我稍微抵消我的焦慮 但是重點來了 我現在該上課 但是我發現我沒有聽 我的壓力一來 焦慮一來 這個想法又開始出現 一出現 我又開始想要調整這個 而且不只不只你覺得手機乾正 有時候你發現 老師的眼鏡 你很想幹嘛 因為你一直很想看老師 看出一個水平的角度 而且你發現 不要說所有的事物都要正 你可能就覺得人都要長得很正 各位今天會考 強迫症的孩子 如果今天壓力一來 會出現什麼 考卷一發下來 發現考卷被折到 有的人 有的人 他的想法 任何事物不准有瑕疵 好了 這個想法不斷的來 他就不斷的讓我開始 把這個子弄平 弄平 我不斷的弄平他 但是我怎麼看怎麼看 在燈光下 我再看看有沒有痕跡 這個時候你開始發現 你的注意力一直在重複做這件事情 好了 剛才提到 做這件事情 會讓我的焦慮減緩 但是一看時間過了15分鐘 我竟然還沒有開始做答案 沒有做答 我這個時候壓力又來了 焦慮又來了 那個想法又來了 所以我就得不斷的重複再重複 不斷的重複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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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就像你買了一本書 上面貼一個七九折的標籤 你接下來回去 撕喔 撕喔 你一直在慢慢撕 慢慢撕 好不容易你用各種方法 吹風機該吹 吹吹 然後你開始 好不容易吃掉囉 但是你總覺得 那個上面的焦膜 讓你浑身不自在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 所有的事物的平面 都得要工整 都不要無瑕吃 但是你總覺得 還是怎麼樣 都有那個黏性 這時候你 試著 上網去嘗試料 在騎著摩托拜 來到書店去買去膠的 去那個 開始 這時候你會發現 你總共花了三四個小時 一直把這七九折的 各位你忘了 你買這本書是要幹嘛 有些強迫症的人 為什麼到後來會崩潰 強迫症是一個高度的焦力 重點是 我有苦說不出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我那個強迫思考 因為我的那個強迫思考 很不合理 因為很不合理 所以我無法告訴你 因為我不曉得你會怎麼看 一個孩子來這邊 本來是要來看書 但是他覺得書都應該擺好 他不是店員 但是他在幹嘛 每一本書 他都可以擺好 都可以擺好 各位 這個擺好 你沒有想到 不是說一次就擺好 擺了之後還是回到剛才 那整個角度 你也知道 有的書比較調皮一點 會掀起來嗎 現在他有把它壓下去 你壓這邊那邊又浮起來 沒完沒了 各位 重點是沒完沒了 所以如果你身旁有強迫症的孩子 假如他願意跟你講到他的強迫思考 多少再告訴我 我們的關係又接近了 因為他信任 可是喔 你會發現 我們還不太了解他 面對情障的孩子 我們很容易出現一件事情 當我們不了解他的時候 我們就劈頭就開始罵你 你還不趕快寫喔 現在考試考多久 你還不趕快寫喔 欸 你動動動動 你書幹嘛 我書已經擺好了 你幹嘛又把它弄成這樣 我們不了解他 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就來了 他的焦慮 他的想法 沒有你知道 所以其實你強迫症 說真的喔 常常被轉介出來 通常都是他已經妨礙到 他的生活學習人際的問題 有的孩子很難出門 單單刷牙要刷好久好久好久 單單洗澡 單單你休息 單單你那個衣服 你的窗簾休息 你就得要花好多時間喔 不同的人 你的強迫行為不一樣 所以有的人是這樣 看到數字就得要做加減 看到英文字母A1B2C3 看到英文字母SYZ 你的車子SYZ 他就開始幹嘛 X等於24 24等於2加4等於6 Y等於25 25等於2加5等於7 6加7等於13 13等於1加3等於4 6等於26 2加6等於8 4加8等於12 12等於1加2等於3 各位你知道我在說什麼請舉手 有的孩子喔 在路上看到英文字母 他會馬上做轉換 做轉換 做轉換 這個也是一個強迫的行為喔 做轉換好累喔 為什麼 我不想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 這裡有個關鍵 那個想法他知道是不合理 但是喔 亞斯伯格陣就不是這樣喔 亞斯伯格陣是認為 本來所有的事情都要做 所以你的手機沒擺好 我就生氣了 為什麼 你抵觸我所認定的喔 那這是不一樣的喔 思覺是屌 他的妄想幻聽 他不合理 但是他認為是真實的 這是跟強迫症不一樣的 這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其實在這當中 各位如果有一天你發現 周圍的孩子 周圍的學生 他似乎在一些事物上 不斷的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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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喔 你再仔細看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痛 因為他該做的事情 其實是沒做到 對 這也是在書裡面會提到 強迫症的這個區塊 好 其他這邊 小朋友很小 大概三歲 跟四歲而已 可是他們有一種行為 就是一直吸手指 一直吸手指 或者是就是一直摳指甲 一直摳指甲 這裡的吸手指 摳指甲 我們這麼講 最常見的像摳手指 摳手指 你如果仔細看 其實它跟焦慮都會有關 吸的話你要分喔 有的是吸的時候很陶醉 那個很放鬆的 那就是真的是陶醉了 可是一般喔 如果咬著 一直咬著 你發現他臉部很緊繃 那個還是焦慮喔 也就是說 一般三四歲的孩子 你會發現 從頭到腳 一個孩子的焦慮 從頭到腳 有的會捲頭髮 有的會把頭髮 抓臉 挖鼻 摳手的 咬手的 咬這邊的 咬這邊的 這邊轉的 倒手汗的 臉部表情 緊繃了 腸胃 腸胃不是 又想上廁所 不會 破壞 一般 咬咬咬 焦慮一來 咬咬咬 他的tick又來了 所以如果你發現 哎呦 怎麼孩子一直在call一直在咬 很多爸媽會有個反應 你在咬 我講多少次 在咬 你在咬 我就打下去了 但現在不能打嗎 你在咬 剝瀏海喔 但是你瀏海剝得很可怕嘛 有的 爸媽會威脅 你再咬就 給你塗辣椒 而且剝皮辣椒 花蓮的喔 很辣的喔 不然喔 一個孩子 咬手call手 他的焦慮來源 我們都不清楚 也許他在幼兒園 沒有人跟他玩 也許在幼兒園 老師比較嚴格一點 好 我們都還沒有清楚 但是現在就來了 我們如果不清楚 馬上來做處理 這時候爸媽真的是來亂的 為什麼 我本來學校的那個焦慮 就是一件事了 結果你還沒有弄清楚 現在你又來威脅我 好了 我不call了 問題來了 我可能開始把頭髮了 所以各位你有時候留意 有的孩子 頭頂上 這邊一塊七旗 這邊一塊五旗 就是這裡一塊一塊 你如果仔細看 有的就轉移到這邊來了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你可能在講 那王老師怎麼辦 我的孩子一直摳手指頭怎麼辦 各位 通常焦慮很抽象 孩子沒有辦法很清楚告訴你 我為什麼 我大概隱約知道 可能是學校一些事情 所以各位有個做法 你問孩子可能也問不出來 你可以觀察的是什麼 他在什麼情況下 他不只摳手 他不摳手 也就是說 因為我發現 他做他熟悉的事情 我跟他講話 如果溫和不刺激 同學如果比較善意的跟他 這個時候我發現 他的這個行為都不見了 所以你就可以反推 也就是各位你可以這樣看 情緒行為障礙的孩子 也不是24小時都在發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當我們一直處理 一直一直發現 找不到原因 你乾脆回頭看 強迫症的孩子 他在什麼情況下 他其實比較自在 對立反抗的孩子 在什麼情況下 他講話會讓你覺得 態度比較友善 同樣的 對有些過動的孩子 他在什麼情況下 他非常專制做在哪裡 也就是去找到 每個孩子穩定的那件事情 接下來我就看 在家裡 在教室 我能不能複製 我能不能去複製 所以其實看孩子 說真的 談情緒行為障礙 與其說他是情障的孩子 倒不如 他是一個小學 一年級的小男生 他有注意力缺性過重症的困擾 他是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女生 他有強迫症的困擾 也就是我還是要考量 他是一個孩子 這個事實 只是他跟一般孩子 不是正常喔 是一般孩子 他們有這些困擾在 各位你也知道 眾生皆有病 如果你有看 你有看 我們二的距離 第八級 那一級就是眾生皆有病 只是你的病 我的病 我要幫你知道 每個人都有 有的容易被看到 有的隱藏得很好 其實大家都一樣 差別就是 目前的狀況 DSM第五版 還沒有研發出來 也許第六版 又給你的一個 這是一個做法 去找孩子 他穩定的 穩定的部分 其他照片 就老師好 不好意思我問一下 因為我是輔導老師 就是我有跟一個輕微自閉的孩子 談他像是八年級 國中生八年級 那我跟他互動之後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他跟他導師的關係很惡劣 但是那個惡劣情其實還蠻好笑的就是 他喜歡他們老師 然後又是男學生對女老師 但後來因為女老師就變得很高壓 其實我這個孩子還蠻特別 我後來發現他其實有時候知道他故意 他後來有講 就是其實他不喜歡別人 對他大小生或是很兇 然後他很堅持他的一些東西 那現在就是 我覺得很難去調節他跟導師之間的關係 其實這裡的那把鑰匙 主要在導師對於自閉症的孩子瞭解的程度 各位如果你身旁有自閉症 雅思不足症 你會發現 假設我們瞭解自閉雅思的話 你會發現跟他們講話真的不能高壓 你講話的方式一定是怎樣 你還要咳嗽嗎 沒關係還有一點時間 你會發現你講話要很輕柔 你講話要很輕柔 你不會講什麼 不要再渴了 你不會講不要再渴了 你不會去講那個負面的 但是問題來了 我知道他是自閉症 但是我現在還是用高壓 那我就很想要知道 為什麼我還是要用這種方式 除非你對自閉症不熟悉 來了來了 現在是這樣 孩子以後要適應生活 沒錯 但是他不會那麼快就適應 首先我要讓孩子適應生活 我要先讓他能夠適應我 也就是說現在 如果我是老師 我用高壓的方式 他也非常的穩定的話 那就單純囉 但通常都不會是這樣 常常一件事 就是要讓孩子改變 我們父母老師大人 首先不要先變 也就是說我如果對這類型孩子 假設不熟悉的話 我會不斷的踩地 也就是說孩子的病情會越來越惡化 沒錯他們需要適應 可是重點就來了 羅斯服務上很多人沒有 沒有醫護去瞭解這群孩子 包括自閉雅思 包括情戰 外面這些人 他沒有醫護去瞭解 但是這個孩子 在我班上 我是老師 這個時候 我多少需要有醫護去懂他 因為再怎麼樣 在這三年 在這三年 我跟他是一個比較長時間相處的 路上的人對自閉症大聲 對情障的孩子大聲 那我們就真的沒辦法 因為畢竟他不了解 可是如果今天老師 為什麼說剛才會建議 如果孩子有特教身份 基本上相關的老師 他就會知道這個孩子有這些資料在 那差別就是要不要去研讀 要不要去做了解 可是如果說今天我也清楚 這個孩子是自閉 是雅思 但是我還是用高壓的方式 那我就真的 真的要強烈懷疑 那老師你對自閉症 對雅思 到底要不了解 因為這違反專業倫理 你得是讓這個孩子 一直處在一個什麼 不穩定的狀態 讓孩子改變方式很多 但是每個孩子都有地雷 有些孩子 他就是無法接受突如其來的聲音 有些孩子就是無法接受你突然間碰他 有的就是不喜歡聽到你帶有威脅性的 那我今天很清楚告訴你 這些類型的孩子他們不適合聽這些 但是我還是要這麼做 那我說真的 今年老師安太歲可能就要安很久了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狀況不斷不斷不斷 各位 有些孩子我也不得已 我一出生我就是這樣 沒有人 沒有人 天生想要當情緒行為障礙孩子 沒有人天生想要當自閉雅思 各位 自閉雅思好敏感 情障的孩子有些好敏感 那個痛苦沒有人知道 但是今天既然我們跟他是老師 多少如果我們願意 所以其實這裡的話會親自到一個溝通 也就是說我如何讓周圍的老師試著去了解 當然假設今天老師不適合用這種方式 那我可能就要跟老師分享 那適合可以用哪些方式來 那這是一個想法 那當然來囉 孩子能不能喜歡老師 孩子能不能愛老師 當然這裡的話我們就看他的界線 他的界線到哪裡 也就是說今天我是一個自閉雅的孩子 當然我愛你 我會一直走在路上 在校園就跟你 救命 救命 好可不可以 這就看每個老師的界線 當然有的是你要來抱我 很抱歉 我不允許 因為我有一個界線存在 所以其實在這當中的話 喜歡老師那個情緒 那是很自然的 那差別就是他是真的喜歡還是愛 還是其他其他的 但是這裡有個點就是說 他的這些去動 會不會對老師造成困擾 他會每次老師在課堂上課 他就在那邊對你 唉唉唉不完 我昨天背了晚上的課 背你這樣一唱 我又不知道這樣到哪裡去了 如果老師有困擾 那當然這個行為多少 他就得要做調整 但是有一個情形 我真的會建議各位 一個 一個 多一個人知道 就會有機會改變 對於自閉雅思 對於情障的孩子 真的真的不要想用大聲的方式 這些孩子如果用罵的有用 我們今天都不用坐在這邊 我想這是一個建議 我想請教一下焦慮一定 就像那個剝手 剝指甲這種事情 就一定是焦慮嗎 OK 基本上 當你不斷在摳手的時候 事實上你現在如果去測他的一些 心跳呼吸血壓脈搏等等 其實你都會看到他的解釋力感力 普遍 普遍 但是有的人 如果是比較陶醉的話 這個當然就是另外一件事 你會發現他 當他這樣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整個人很優雅 他整個人是很自在的 他不一樣啊 焦慮你會發現喔 他每個動作就是一個動作 你如果把他錄下來 你會發現喔 他每個摳手都是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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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可以都會發現 他就是一個動作一個動作 所以其實他在摳的過程中 其實那個怎麼 你試著去碰一下他的手 其實都是僵硬的 甚至於他在摳手的時候 你去碰一下他的肢體 其實這時候都是僵硬的部分 對 大部分的情況會是 我現在有一個學生 他是被診斷 就是他其實是四丈學生 然後就 我跟他相處到現在啊 有發現他對於沉迷偶像這件事情 已經非常非常嚴重到就是 他跟家人幾乎他回到家就不講話 然後就是 嗯 之前就是有一個韓國偶像自殺 他居然跑來跟我說 老師我也想死 對 就類似這樣 然後我有轉介心理師 可是心理師也是進不去他的世界 對 然後我現在就是有點 好奇說 他已經沉迷到這般程度 不知道是 可以怎麼樣 其實像一般 如果過去有發落我的臉書 的朋友 多少都知道 我在臉書上都會公開的告白 在這裡 我要對著直播告白 我的偶像是誰 來 是你們講的 我沒有承認 是你們講的 這裡有個重點 這裡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來了 一個孩子喜歡偶像 就像我們大人喜歡偶像 基本上這是一個自然的 重點來了 我是爸媽 當我跟孩子 孩子分享 我跟孩子分享的時候 孩子就有機會來跟我分享 所以第一個部分 我不擔心孩子喜歡偶像 但是我擔心的是 孩子當他喜歡偶像 他要來跟我講 我要不要聽 如果我現在連聽都不聽 這個已經不是溝通了 我已經擋下來了 我們家除了我82歲的阿布 不知道隨堂是誰 不知道我喜歡是誰 從我太太跟三個小孩 每個人都知道 也就是說 在我們家因為我會 哄上 我會講 我會去講 所以其實這裡就來了 當我在講的過程中 當然 一開始認識隨堂的時候 但認識電視的隨堂 不是那麼熟 是從偶像劇那一年的幸福時光 裡面黃國芬的角色 在裡面的角色 他在飾演一個宜蘭長大的女孩子 來到台北工作的部分 那是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 這位演員 那當然除了角色設定 還有他的整個條件 所以這時候對我來講 接下來 只要是他任何的作品 包括偶像劇電影 該有的DVD 該收藏就收藏 孩子當時會同步 每次環島有機會到中興新村 就會下中興新村 知道人就知道了 連我們家哥哥 當時小學DVD的時候還問我 爸爸 為什麼 你喜歡隨堂阿姨 為什麼你要嫁給媽媽 我當時也在想 我沒有嫁給媽媽 隨堂阿姨也不會嫁給我 隨堂結婚是我先告訴家裡的 第一胎是我宣布的 第二胎是我太太宣布 所以我沒有follow好 第三胎又是我宣布的 我們家 隨堂是我們家的共同話題 有一次走在鳳山的路上 我太太問 你要不要拍 我拍好 各位前面是什麼店 阿壽皮鞋 你知道 有一段時間阿壽皮鞋 上面牆上都是隨堂 我連在捷運市政府站 有四幅梯 上來就是他的廣告 招牌在那邊 我不管眾人的眼光 一樣跟他幹嘛 自拍 為什麼 喜歡阿 其實重點在於 我們沒有聽到 這個孩子 他崇拜偶像 他的想法到底是誰 甚至於他崇拜的那個人 我們都不知道他是誰 這是重點 所以其實當我們都不想去了解他的時候 我們一觀起來 其實阿就不用談了 所以今天如果心理師想要跟他建立關係 假設今天他講到一個人名 那但這時候如果我想認識他 我多少就先去做功課 我先去做功課 我先了解他喜歡的這個人 先接納 先接受這件事情 各位 也許我們不認同 也許我是爸媽 我不認同他喜歡到這種程度 但是有一個重點是 你要先接受他現在就是喜歡他這件事情 其實偶像 你如果適度適度 適度 你會發現 對整個生活的情緒 說真的喔 你我50歲的人 心裡還有那種 你知道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對的 臉書講這件事情 你知道齁 好好 好吧 我還是講一下 我還是講一下 有一年 張老師月刊 請我寫 每個月寫一篇 電影 電影介紹 最後一期的時候 就那一次 那一年的最後一期 電影 我可以自己做電影 好 當時我就決定選一部 隨唐主演的電影 為什麼 因為 我想要 他的劇照 跟我的名字 我們的距離 很近來 那一部在講十字陣 各位 對這個也符合專業 對 有時候 我們在推薦書 曾經有幾本書 幾本繪本 有一群人推薦 我還曾經拿著尺 在量 我跟他的距離 這個已經是很近喔 那一天在華山光點 去看參與那個 我們與二的距離 直登場 當時 跟瑞凡合照 跟瑞凡合照 我在想 瑞凡進了 安真就不遠了 只要你有心 有一天一定會遇到 有一天一定會遇到 有一天我在寶瓶的書上 看到瑞凡曾經推薦 某個作者的書 我先預約 未來的一本 各位 其實有一件事情 讓孩子說說 我怕的是什麼 孩子想說 你不聽 各位 這是一個最麻煩的事情 當我們不想聽 我們又想要阻斷 我們又想要把它阻斷 其實他一定會反抗 所以這是一個方向 我們一直在這裡 老師我有兩個問題 想請教老師 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說 小朋友對自己 現在的情緒 就是 當他今天學校 發生一些狀況 然後 老師會透過LINE 跟我聯繫 說他今天發生了什麼 就是 例如說情緒不穩 但是老師也不會去瞭解 他為什麼情緒不穩 就會說 可能他情緒不干擾了 上課的狀況 然後到我時候 在跟小孩做 確認就是了解狀況的時候 其實他是 講不出他發生什麼 他就是其實就是 一直看著你 然後他也不知道 怎麼去表達他那一天的狀況 然後其實學校有一個 專服的老師陪他 然後我請專服老師也協助 幫我問問看他 就是到底今天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可是其實專服老師也會得到是 他都不肯講 OK 然後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最近的親思溝通已經有一點病點 就是 那我先回應第一個問題 這裡是這樣 面對孩子的情緒行為障礙的議題 我們大人都想急著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對孩子來講發生什麼事 對他來講不是重點 他重點優先順序是 你們先同理我的感受 你們先處理我的情緒 至於我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是不重要的 但是我們大人常常都想要問清楚 問清楚你今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時候聽在孩子的耳朵裡面 會發現你們在乎在意的 其實是那個事 而不是我 我的感受 孩子不說 事實上他已經說了好多話了 各位我們不能期待一個孩子 他用說的方式完整去敘述 他的整個經過 其實一個孩子他不說出來 多少再反應幾件事 多少我們的關係 還有這件事情對孩子本身 他是不是那麼容易去敘述 或者是我願不願意去講 所以反而一個孩子不說 我們這麼講選擇性接默孩子不說 但是他不說 他其實已經反應好多 他對於開口說話的這個焦慮 所以也許我們親私之間 在針對孩子這件事情上 假如我們先跳開 他發生的那件事情 假設我們試著聚焦在他 也許不穩的這個情緒 或者是他非常憤怒的這個情緒 假設讓他覺得我們關注到 也許他如果信任你 他就會自己把它說出來 對 那這是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不要急著 好像在做筆錄一樣 就是為什麼咳嗽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又不咳了 講啊講啊講啊 講啊 趕快啊 趕快講 各位 你不覺得我們都在做什麼 我們都想要把它找出來 但是我很想問 找到那個事件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我們再跟他講個道理 然後就蓋章完成 不是啦 不是啦 孩子需要被呵護的 被關注的 是那個焦慮 其實像有些孩子 有時候有些強迫症的孩子 當如果你跟他分享 有些類似的經驗 他會覺得 怎麼老師 你也有這樣子經驗過 有啊 有時候書腰被折到 我告訴你 我在家裡都很靠腰勒 我想說那麼多本書 為什麼拿到這一本 很想說再多買一本 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孩子發現 原來你也可以感受 你也可以感受那一種經驗 所以這裡的話 以第一個問題 我會比較建議是 先跳開 跳開那個事件 先跳開那個事件 因為我們如果聚焦在事件 我就想處罰這個孩子 我們會在等 我要你去敘述 我要你去敘述這個事件 接下來我再來論斷 你要罰你什麼 所以孩子為什麼他不需要 我這麼講 我是一個小孩 我會問自己 為什麼要把事件 講得這麼詳細 就像強迫症的孩子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的強迫思考 因為我發現你懂 我發現你可以幫助我 可是如果今天孩子 他有一些問題就會出現 你要叫我把整個事件 很清楚地講出來 但是我就會來問我自己了 為什麼這個孩子他要告訴我 除非他講了之後舒服很多 不然的話 其實孩子還是選擇不會說啦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最近的騎士功能真的有 很多亂況 那老師選擇其實大概就是 他有情緒上就是影響課堂 或者是衝突比較多 其實就是直接就是 把他帶離教室 可能就是學校 課服組或其他人 讓他狀況穩定之後 再回到教室上課 然後對於這樣的處理方式 其實我覺得老師其實也很疲憊 他最近的狀況其實非常不穩定 因為他剛好是在換藥當中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也有實行 是我沒有去跟老師特別去提 他最近在換藥 因為所以我在去跟老師 在討論他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老師就是 有一點點就是覺得擺在 他造成大家的困擾上 可是直接就放在這裡 所以最近的溝通就變得很 有點僵 所以其實反而老師這本書出來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的心裡還是一個想法說 我可以直接把這本書 直接送給老師嗎 可是我又不知道我怎麼去 我就會繼續去揣測老師的想法 就是如果今天老師看到我送這本書 老師會想什麼 OK 好 這裡的話 請示過重幾個關鍵來 第一個部分 孩子在教室的一些狀況出來 當然第一線的老師一定是影響到教學 所以假設我們試著 站在老師的立場來思考 是可以去想像 老師得面對這個孩子 周圍的學生 還有這些學生後面的家長 那現在有個情況 每一個孩子情緒引爆上來的 原因都不同 但是你會發現 在做法上都有一個類似的 小學就把你帶到輔導室 帶到資源班 國高中就讓你帶回家 我們都在做一件事情 先離開現場 但是我一直很想問一件事情 如果教室裡親私之間假設有個默契 當他有一些情緒不穩 那我允不允許他趴在這個桌上 趴著喔 就是我一樣上我的課 但是我跟你之間 就是試著保持一個距離 但是我允許你先不離開 因為對一個孩子 你叫我離開教室 說真的喔 不用次數多 一次兩次 同學怎麼看我 這對我來講就是一個負擔 同學會問 我也在想我怎麼跟同學解釋 我今天又到輔導室 我如果跟同學解釋 我今天又回家去了 其實我一直談這件事情 特殊教育不應該眼不見為盡 但是我們常常都在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這件事情是最快的 代開 代開就由下個人來做 可是下個人如果做不來 是不是又代開 那最後都變成是家長帶回家了 可是各位你看喔 我好不容易穩定的來學校來教室 每一次的帶離教室到輔導室帶回家 其實接下來影響的是什麼 孩子拒絕的問題 這個都是在處置上一個思考 那但為什麼說情思溝通上 這件事情真的得需要來談 如果允許的話 試著讓孩子也了解我們的底線界線 當然也試著必要時候 也讓其他同學了解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麼做 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他需要被協助的地方 對有些人也許他的情緒控管 不是那麼理想的 但是今天語其書代開齁 說真的 有的老師如果願意 那我就允許你在教室的某個角落 我就允許你在你的位置上 那我至少我也先暫時不跟你去做這樣的刺激 但是最怕聽到的是什麼 不公平 我們班那麼多人 我們班那麼多人 不公平 其實說真的喔 談特教 假如這麼談 那大概什麼都不用談 如果所謂的公平 照理說就沒有人坐前面有人坐後面 照理說公平應該大家都坐前面 但坐前面只有這個位置 所以當然他得要疊起來 那為什麼要疊下面也疊上面 什麼叫公平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在這邊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今天這個代開的動作 我通常會問老師一件事情 這樣代開老師你有沒有思考副作用 我們在做這個決定之前 除了我們想到我們第一時間壓力解除之外 會不會接下來造成第二波第三波的壓力 也許是來自於家長孩子拒絕上學 來自於孩子本身要再去適應 各位也知道一個一班生上課遲到 有些就會覺得丟臉丟臉到死 人家七點半來我七點四十來 有些孩子只要請定假一天 第二天來學校就開始焦慮了 開始擔心會不會課堂上有些課沒跟上 今天我動不動就被帶開 動不動就帶回家 也有焦慮的喔 只是這個焦慮我用什麼方式呈現 沒有人知道 我可能呈現出來就是我不想去了 我可能呈現出來的是在家裡的情緒 我可能呈現出來是其他啦 所以這裡的話 假如現場老師 你的角色是支援教室支援班老師 如果可以的話 我真的真的會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各位的角色其實是一個平台 因為整個學校最熟悉情緒行為障礙 最熟悉特殊學生 最熟悉自閉雅思的其實就是你 我如果是健身跟老師 我得試著去做溝通 也就是說我在導師 客人跟家長之間 跟孩子之間 我去做這樣一個平台啦 可以的話 有些事情在IEP把它列下來 這是幾個想法是在這邊 好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齁 謝謝 老師我想請教一個就是 我們有一個孩子 他已經拒學了 他第一個學期就是 他覺得功課太多 他沒有辦法完成 所以他就開始想要處理事情 或怎麼樣 就是自殘 後來他就說 他沒有辦法完成 是因為他已經產生閱讀障案 那個字會閃動 所以他沒有辦法看 所以沒有辦法完成 然後再來他就說 他沒有辦法在群體裡面 因為他聽到人家的一些聲音 可能是 這個齒共西亞洲的聲音 或者是搖筆的聲音 或者搖腳的那個動作 他都沒有辦法 都會引發他的教練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存在那個 後來就是 第一個學期還有到輔導師 然後第二個學期就沒有 完全沒有辦法 都在 這裡幾個想法 現場如果你是家長 第一個是這樣 孩子如果該上學他拒絕 拒學我們會分幾個 一個是抗拒的拒學 一個是害怕恐懼的拒學 如果跟情障比較有關的 會比較是害怕恐懼的拒學 那現在第一件事情來了 我的孩子八年級 我應該到學校 假設我沒去 家長如果請假 說真的 學校端通常就比較不需要 積極去做處理 因為你已經請假 所以當你的孩子 如果真的不到學校 你做了請假的動作 那你可能要有個新準備 我自己可能就要去承擔 後續的處理 那這是第一件事情 可是現在有個情形是 我不想要讓他在家 我想要把他帶到學校 但是他抗拒 這時候我們就要釐清 他現在的抗拒是害怕恐懼的抗拒 還是說他是一般的抗拒 這個意思不一樣 假如今天我因為課業上跟不上 甚至於我本身有閱讀障礙的問題 當然一個人是不會突然間變成閱讀障礙 也就是說今天假設我是一個閱讀障礙的學生 我在閱讀上其實真的有困難 但是我一直沒有被發現 然後我在學校長時間因為低成就 所以連帶的那個習得無助感不斷的來 現在你假設硬要叫我到學校 我真的會很挫折 所以變成說你強迫我去的時候 我這時候可能會無法承受制裁或是其他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解決的是什麼 那我能不能解決他那一件事情 閱讀有困難我要不要暴讀 書寫有困難我要不要能夠用口頭說 今天我在學校如果被霸凌 能不能把霸凌的約同解除 這是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來思考這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八年級的孩子 導致他拒絕那個核心點 假設是來自於學習上的困難 那這個困難的部分 我們第一線的老師爸媽有多少可以解決的 假設可以解決那這個因素不見了 那多少他孕育來的動機就會高一些 可是假設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然後你要我繼續到學校 他會承受不了 那接下來一個點 有的孩子會衍生出其他的問題 這也是各位在看這本書 你特別留意 有些孩子會出現共病 我是ADHD接著伴隨強迫症 我是學習障礙接著伴隨強迫症 或者是伴隨其他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這裡的話就會有一個情形 假如他已經開始出現有一些焦慮 甚至於現在聽到有些聲音 就會覺得那些聲音似乎人家在批評他 那如果說他已經出現一些躁鬱症的問題 但這時候就要回歸到一件事情 那爸媽需不需要去尋求救診的部分 這部分是得分流進行 醫療上處理他的躁鬱 學校端處理他的學習困擾這件事情 然後接著就來看 造成他拒絕到學校的 是因為學習的這一塊 還是因為他躁鬱症發作 導致他沒有辦法去的這一塊 那其實這個是 如果各位你是現場是老師 有一個關鍵就是 孩子所呈現出來的問題 會不會已經超出我的專業了 如果實際上也真的超出我的專業 該轉介就得需要轉介 比如這個孩子已經有些躁鬱症的問題 出現制裁或者是一些危險性 那這時候可能真的會建議家長 要不要尋求進一步的救診 也就是說 處理學校端可以處理的 那家長處理 家長需要處理的 這部分可能會比較適切 OK 那我們剛才 老師我的小孩是四年級 然後他是高敏感度的孩子 跟他自我要求也很高 那我想要問的一個問題是 就是當他 我看到他的那種 就是沮喪 或是說自我放棄的那個 情況的當下 我該怎麼去處理 因為我看到你的書上面有寫說 好像要就是要引導孩子寫出那些 負面的期許 可是我想說 可是負面已經不是讓我 如果寫下來的話 不是讓我們記憶更深刻 應該是這麼講 當孩子有些沮喪 通常沮喪的原因來自於什麼 我有一個期待 但這個期待 我沒有辦法達到這裡 我沮喪通常出現在什麼地方 當我在罵孩子的時候 當我罵孩子的時候 我不是生氣 我會非常沮喪 為什麼 我常常在講 我比我們家姐姐 早出道35年 意思是我是一個成熟的人 接著我是心理師 我給自己一個自己的要求 我是一個兒童青少年專長的臨床心理師 但是為什麼我的表現還是這樣 所以當我發現我應該表現這樣 但是我竟然是這樣 但那個沮喪就會來了 所以這裡的話有個情形 我們可能要先釐清 孩子的沮喪來源 會不會來自於他設定這個目標 但這個目標會有多少是我們大人來設定 現在有一個部分 我們要讓他講 我有個建議 我們先講我們自己 其實在家裡 我有個建議 家裡的話 家裡的話 真的可以的話 最好有一張餐桌 這次我在很多場合會做的分享 我們家有一張六人的餐桌 兩個人 兩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 這個餐桌 擺的位置 不管你走到哪裡都會經過 除了三餐可能在餐桌 滑手機 看書聊天都會坐在那裡 有機會 當大家坐著 你可能只走過來坐下來 這時候你要聊什麼都容易 也就是說 我們自己先分享我們的沮喪 接著我們再來了解 甚至於來感受他是不是 哪方面造成他的那個沮喪 那有些孩子他是這樣 能夠講出來 這也是個重點喔 能夠講出來 其實就是一個紓解喔 有的孩子甚至於告訴你喔 你讓我講完就好了 你不需要再幫我做什麼 我好不容易 放在心裡面 放好久的想法喔 我把它講出來 最後你會發現喔 像泛肢必正的孩子 有些表達比較弱的孩子喔 當他說不出來的時候 他的智商 他的攻擊 其實你就會發現喔 就會更明顯 所以其實在這邊的話 倒不是說 你去講 我的印象就更深刻 因為你講出來 寫下來 多少我們會看見那個不合理 我的不合理在哪裡 我給自己設定一個高標準 但是我後來慢慢調整 什麼 我在心理師 可以維持9899的專業 但是我後來設定 我變成是個爸爸 變成一個爸爸 我全管七五折優待喔 也就是說 沒有人告訴你 爸爸媽媽是專業的嘛 當我下來 各位我還有七五折喔 各位幾折我不知道 也許全管outlet喔 我不知道喔 所以其實在這裡的話 就是說我把我的那個標準 現場有老師 當你也是為人父母喔 你的部分 你可能會發現 我當老師 為什麼我的孩子 還是有很多問題行為 我的孩子為什麼 科學也是不理想 所以當我們也抱持了 好像老師的小孩 心理師的小孩 就一定要怎樣喔 這當然就是一個不合理嘛 所以一個孩子講出來 我們多少比較有機會去釐清 他的這個想法的適當性 因為說了 你才有機會重新用 比較合理的方式 合理的方式去解釋他啦 這是幾個建議 老師謝謝喔 老師很專業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老師 也是家長 那我在學校在家裡 都有碰到 就是老師說的這些狀況 那我覺得那個小朋友喔 小孩喔 常常就是會有一些情緒的反應 那當然老師說 我們希望就是了解 他背後的原因 也不是急於一時 可是這些情緒的反應 就是出現的頻率很高 那導致呢 我們會應接不詳 OK 嗯對 然後我是想了解說 那他們這個原因 是因為背後的原因 造成他的情緒 還是說 他們先天有一些 基因的遺傳還是怎麼樣 那我們要怎麼去幫助他們 或是治療他們 謝謝 這裡在看待孩子是這樣 通常一個孩子的情緒 不會只是單一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一個 生理心理社會 biopsychosocial的概念 也說有些孩子本身 在特質上 在遺傳上 在基因上 可能有些他相對其他人來講 比較敏感的部分 但是我們不會完全都歸咎到這裡來 接著這個孩子 平時在整個日常生活中 他的那個心理的強度 他的情緒管理的能力 當然也瓜瓜 當每個環境 不管是學校或家裡 那個環境 各位你會發現 有些場合你進去 你會非常的舒適 但是有些場合你進去 甚至於回到家 你會發現整個家裡 是一個高張的狀態 所以當今天 如果一個孩子 一直暴露在這種高張的情況 當然他情緒要上來 相對就很容易了 所以其實在這邊 我們一般可以做的是什麼 有些孩子 如果有生理上的困擾 他該服藥 但這是一個考量 但是我們不會 只是用服藥來解決問題 接下來 爸媽老師可以做的是什麼 我們試著在這個 心理跟社會的這個部分 我們試著去做調整 所以像剛才提到 假設這個孩子 這孩子是情障的孩子 這孩子是雅思的孩子 當我試著改變 我跟他說話的方式 他就有機會 一直維持一個穩定的狀態 但是我們如果不改變 我們就像那個高升糖的食物 就不斷的下來下來 說真的 我們都是碳水化合物 下來 麵包下來 他又升糖了 接下來 白麵條下來 他又升糖了 米飯下來又升糖 那你當然就 為什麼 我們不改啊 我們不改啊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要去抓孩子 穩定的狀態 也就是說 今天一個孩子 他不會只是單一 所以我 不是那麼的傾向 那麼喜歡 我們只是歸咎 他就是吃藥 如果真的需要服藥 那是思考的方向之一 當然也許也是必要性 但是孩子 他也努力不要了 接下來我們能夠改變的 有多少 小朋友很清楚 如果周圍大人變 他其實也會跟著變 但是大人不變 他不會變 這個就像 比如說對立反彈的孩子 常常我在想 這個孩子上課 哪會嚇呢 當然為什麼 他要跟你臭幹的嚇 常常往下走 各位 你一次這樣子講 你讓他在這個教室裡面的人際 就下來一次 等於說他在這班 如果三年 他的面子 就下來了 但你可能在想 誰叫他愛講話 他不講話 我就不會這樣 對 他愛講話 但是你可以用一些 不同的方式 你可以走到他附近 你可以看著他 你可以轉移他的注意力 你可以用眼神暗示他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適合直接用這種方式 但是問題來了 我的這個方式如果不改 我只是一直要孩子 加藥 加藥 改藥 改藥 說真的 弄到最後 不只孩子 有時候連醫生都分不清楚了 這個孩子到底最後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該試的藥都試過的好 甚至你從利他人 專資達 試銳 劑量該改的都改的好 但是問題他可能還是成熟不久 所以 以我來講 我在進行校園服務 為什麼我一定要入班 在大部分的勤障生 我要入班 因為真正的癥結點在哪裡 當中的班級經營 因為情障的孩子 他們在學校 老師的對待方式一定會影響到他後續的表現 所以在這裡的話 也試著從不同角度 該從生理介入是一個 該改變環境是一個 該加強這些孩子 他們心理的能力 這是一個建議 其他 老師好 我是ADD的媽媽 那我的小孩 他其實從幼稚園的時候就有去鑑定 那精神科醫師有接醫藥服藥 那我中間是有拒絕過 但是後來有發生一些事情 所以小孩子有出現肯收指頭 我有一年沒有幫他撿過指甲 因為他肯爛了 然後又有拔過頭髮 那後來我就繼續讓他服藥 那到小五下學期的時候 他已經不去安清班了 所以他選擇要回家這樣子 那我每次問他說 你今天有快樂的事情嗎 有不一樣的事情 他都跟我說還好 可是事實上我知道他是非常的低成就 因為他選擇一放學就回家 那我有跟他講說 約定好你在幾點以前你要完成什麼事 那他也知道說我們會要求 但是他明知道會被處罰 他還是不錯 因為他沒有辦法 那他的聯絡本就是 滿滿的缺膠缺膠缺膠 那他生小五的老師對他是比較好的 知道說他是一個特殊生 所以有放寬一點的這個狀況 可是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他明知道功課不寫是躲不掉 但是他還是不寫 那我們只要一提到說 你的功課 他耳朵就遮住了 那他的態度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生了小五之後 他整個就是叛逆了 那我現在不曉得說 針對這個功課 我們到底是要去要求還是不要求 這樣 這裡幾個概念 ADD 它涵蓋在ADHD裡面 ADHD最核心的部分不是不知道 他們了解有些事情的嚴重性 但是他們最缺乏的是這個執行力 這也是這個疾病這個障礙最核心的 他們要去執行這件事情不是那麼容易 現在我們就單以聯絡部 沒寫 這沒寫我們要分開 我有注意力缺陷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就來了 我的作業需要寫得跟其他人一樣多 一般如果經過IEP討論 有的老師會減少 因為我的注意力其實很會換散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假設這個作業是回家寫 所以我可能就要去提清 孩子的專注力 假設他一直沒辦法下來 就是我現在的這個作業一直沒有辦法完成 對他來講到底是不能還是不願 不能的意思是我的這個數學 五年級數學對我來講就真的好難 這個難度讓我一直很難進入狀況 所以縱使我服藥了我要進來還是有困難 這也是我常講的 一個孩子吃得利他人數學不會還是不會 只是比較容易被你教會 所以有的還是要解決的是能力的問題 不願意是什麼 你今天爸爸來他寫 你出現他不寫 利誘他寫 威脅他寫 但是你沒有威脅利誘他就不寫 所以這個是要去做一個釐清 這些孩子不可能我們只是用講的 他就做了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大概也不會有ADHD 所以這裡就來了 他在書寫過程中 各位如果看過家裡的孩子在寫功課 通常一寫 你會發現他的注意力到處飄 這什麼意思 當他的注意力到處飄 我就要來衡量 會不會他的書寫環境視覺干擾太多 我要不要有些東西我要開始撤走 會不會聲音干擾太多 我要不要把音樂關掉 我要不要把門關起來 會不會我一次作業給太多 一般專注力差的孩子他得分段 也就是說與其十張十題 我倒不如五題五題來寫 與其一張兩面 我倒不如寫成一張一張 就他們的話變成是 他們得要做分段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部分我們如果沒有教他 我們沒有教他 事實上你會發現他的問題一定會再重複 再重複 所以我們要來看 今天聯絡部他漏抄 或者是聯絡部一直寫未教 未教的意思是什麼 表示他在家裡應該寫 我若是老師我上面寫沒有教 那照理說在家裡我是第一線 我是爸媽我簽聯絡部的時候 我就要去注意為什麼他這些作業沒寫 那同樣一件事 我到底要不要放手 讓孩子自己在書房完成這件事情 假設我放手 我到九點才來 但是他到九點都沒動 他就表示我不適合 不適合一下子放這麼多 也就我要不要一回來 然後跟他也許是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事實上這些孩子需要的是什麼 分段的成功經驗 對 所以其實在這邊的話 也許媽媽的切入點 第一個功課只會越來越難 國中好難耶 國中真的好難 國中縱使以我來講 我在看那些東西 我必須這麼講 我還真的不太懂 除了理話 之前我們家姐姐要讀 國一的時候我講得很白 理話不要問我 因為畢竟爸爸也有自尊心 所以你不要問我理話 你可以問我數學 我當時還直接講可以問到大學 只是我們家姐姐到後來就問我爸爸 你不是說數學可以問你到大學嗎 怎麼現在才國一下 你就有點交不下去了 不容易 以我們大人喔 專注力OK的喔 都很難 所以留意這件事情 各位 如果你的孩子是ADD ADHD 請特別留意 有的孩子到高年級 會因為前面底子沒打好 到後來的學習成就會越來越低 這時候在課堂上表現會越來越差 當然越來越差 我們不斷反應 也許他藥物的劑量越加越多 但是他還是一直沒辦法可以上來 如果真的要讓他上來 讓他有一些成功經驗 其實這些孩子很需要成功經驗 所以各位盡可能把他完成的東西 家裡該張貼的 但不要張貼在書房 因為張貼在書房他寫 好不好 這張95分耶 你給我專心寫啦 好啦好啦好啦 媽媽 那張有97耶 97在那邊啦 為什麼 孩子得要看見 他得要看見 各位看見那個很重要耶 因為我看見我有能力 所以我現在要來做這個 比較費心力的 我可能才比較能夠動起來 這是一個建議 所以請記得喔 這些孩子 ADHD ADD 絕對不是我們講的 他就會做 意思就是喔 不要跟他們講到你 他們本來就都聽得懂 重點是聽得懂跟做 說真的 好遠 我們與二的距離有十幾喔 他們聽得懂跟做 不只十幾喔 嘿那個喔 好幾幾喔 但是如果你要把他拉近 他們得要被訓練一些方式喔 那這時候可能就要去理清 導致他現在沒辦法表現出來的 那個關鍵的環節是在哪裡 好 那前面這邊 老師你好我的 老師你好我的孩子是小六 然後我現在有個困擾就是 他很完美主義 就是他對自己的自我要求很高 他在學校是個模範生 然後就是全班 他就是要做到全班都喜歡他 可是他就會壓抑自己的那個情緒 所以他回到家 他會把所有在學校的焦慮跟壓力 完全都發揮在主要照顧著 就是媽媽的身上 然後我 我很難去去協助他的部分 就是他會焦慮到 其實他咬手指頭 這個已經是從他小 低年級到高年級的狀況 所以他是從來都沒有 剪過指甲 但是我現在有發現 他焦慮到會變致殘 就是我會覺得自己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告訴他說他不需要做到 大家都喜歡他 但是因為前面他曾經有一 小段時間是被霸凌 所以霸凌就是他們小孩子 都會有一些女生 有一些小團體 那可能就是有三個 有四個女生 就是會隔離一個女生 就是會霸凌其中一個 那他看到那個女生被霸凌 他很難 他就會去照顧他 沒有想到他照顧那個女生之後 就被他同群體的那幾個 所以他後來就告訴他自己 他一定要做到 全班都喜歡他 OK 其實這裡有一個核心關鍵 就是孩子的想法 當我處在一個不合理的狀態 對 因為這邊會有幾個部分 我們先不急著馬上告訴他 不要這樣不能這樣 而是這邊會界定幾件事情 什麼叫做喜歡 接著我怎麼去認定這個喜歡 喜歡我然後呢 要喜歡多久 就這裡的話會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當孩子假設使用那種全有全無的 班上假設30個人 今天有20個人喜歡我 但是還是有那10個人沒喜歡我 所以我還是沒有圓滿 但這個想法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不合理的想法 所以以這個例子的話 通常各位這麼講 有的孩子呈現出行為 焦慮行為 但是我可能要進一步去釐清 裡面有多少是他想法上的重點 就這個孩子在解讀事情上 會不會給自己一個很不合理的 所以這時候我就會問喔 那你喜歡要全班喜歡你 這個想法從哪裡來 為什麼是全班不是全校 為什麼連安親班都不算 就是這裡的話要去釐清喔 就今天你要全班都喜歡你 那為什麼你不希望安親班的人也都喜歡你 老師那是連其他班 就是說他們整個學年 只要認識他的 他都要做到 其實這邊有個情況是 有的孩子是這樣 我太在乎別人對我的評價跟反應 其實當我如果一直很注意 其實常常這麼講喔 別人要對我什麼評價 我沒有辦法決定 但是我可以決定 是我如果去解釋這件事情 可是當一個孩子 他現在開始把注意力 不斷的往別人的部分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去 讓每個人對我們的反應是這樣 所以其實以孩子來講 我會非常建議 未來的處理方向是 特別去針對他的想法 他的不合理想法 他的不合理想法是需要被協助 現在我們看到的咬手指 這些都是比較後面 就是衍生出來的 但是他的根源 那個想法的那個部分 其實我發現這件事情 很多事情會看我們如何去解釋 其實我這麼講喔 一句話 書本上的一句話 能不能對一個人改變 可以 但是有個前提 這個人他得要長時間 不斷的去找這些話 不斷的去思考 不斷的去找一個合理對待的方式 常常我如果遇到一個困境 我就會試著去問小孩 我用一個例子喔 各位或許就可以這樣理解 我們家的所有照片都是我負責拍 接著拍完之後會放到硬碟 曾經有一塊硬碟心得 裡面放了兩三年單眼相機拍的照片 後來壞掉了 壞掉的意思表示 那兩三年照片全部不見了 各位對我來講 那個感覺有沒有完全說不出來 不是難過而有 那個完全說不出那種感覺 可是我後來想到 我有個習慣 當時只要拍完照我都會放臉書 我突然想到 那兩三年東西我臉書上有備份 我就問我們家姐姐 當時她還很小 我就問她一件事 姐姐照片是要幹嘛 她說喔 那妳不是說 以後我們長大理老了 妳要回憶嘛 就要看啊 就跟她講喔 那如果有兩張照片 一張洗出來可以洗得很大很清楚 因為單眼相機畫素很好 另外一張就是妳在電腦上看也清楚 這兩張照片有沒有差別 她回答 她不是什麼差別 那不都一樣 我解惑了 為什麼 我先前一直很執著那一塊壞掉的印療 但是我如果回到一件事情 今天我的拍照 如果我今天的拍照 主要是為了回憶 我應該感到高興是 我過去還有一個備份的習慣 那當然對我來講 下一個習慣是什麼 最好硬碟背兩顆 你說其實那個想法是得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這種情形就像我在演講常講 很多人講 哇王老師妳到處奔波 明天我要去南投家府 人家講 哇妳要到處奔波 我常常糾正 我不奔波 我都奔馳 當我想奔波 我就累了 我若可說妳我奔波 我今天從新竹奔波回來台北 我就累了 但是我若告訴妳 我在高速公路奔馳過來 你不覺得很輕盈嗎 那個整個心情完全不一樣 還有還有一個點 請特別留意 當孩子想法開始有些負面 我們要特別留意 我們周圍的爸媽老師 我們講話 會不會常常也在抱怨 其實你如果仔細留意 我們常常會講很多負面的話 只是我們沒有覺察 其實孩子久了久之後 在看待事情的角度 就會開始變得不一樣 好 那這是一個方向 也許媽媽可以特別去注意 這個 OK OK 這邊 後面 老師妳好 那個 我 我小孩是雅思小孩 然後他現在已經國三 那我就像先前老師講的那樣子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跟他相處 也沒上過課 所以以我跟我先生對待他的方式 就是覺得這個小孩子怎麼老是講不聽 那麼白目 所以我們對他都是 像妳剛剛講的就是大聲的去指他 然後現在 他現在的反應就是不在理我們 OK 那我不曉得 我因為有上了一些課 一年多來 那我也一年多來 也在改變我對他的方式 可是我已經改變了 可是他始終不願意聽我講話 這裡有一個 怎麼辦 雅思的孩子如果真的要建立關係 第一件事情 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這個孩子喜歡這個東西 比如說今天你的孩子 假設對昆蟲非常感興趣 你就從昆蟲來 你跟他聊昆蟲 你跟他聊昆蟲 再來 當然你過去如果該道歉 你就道歉了 其實跟雅思有一個原則 不要跟他就調重談 就不要又跟他一直解釋 那時候真的 道歉 媽媽對你那麼大聲 他繼續又來了 不要跟雅 就你以前講過就算了 雅思不太適合在那個點上一直在採 所以有一個情況就會變成說 通常雅思是這樣 他在分辨 人事物很容易二分 好 當他發現你對他不友善 他其實就把你切過來 但你黑了要白回來不容易 如果你真的要白回來 那剛剛有提到 從他感興趣的 就我從他感興趣的部分 我切入 我知道你喜歡昆蟲 我就開始 讓你也知道我喜歡昆蟲 所以他回到家就發現 你在那邊研究昆蟲 你就研究給他看 各位 不一樣喔 你在那邊 這個昆蟲昆蟲 他可不理你 但是他發現 你怎麼最近都在看昆蟲圖鑑 而且你最近都在研究這個 這時候關係有了 馬上從自由席升等到商務艙 這有差別喔 其實雅思的話 他如果開始發現 你們之間有頻道 有些對話可以講 接著他就比較容易跟你談 接著他要聽話就很容易 問題是他現在就是我上次 合作滿意的 跟第三系有關 沒有沒有 不是喔 來這個就跟剛才偶像一樣喔 三七絕對不是壞事 但是我現在假設喔 特別是他如果已經沉迷喔 你還真的得要去了解 他到底在沉迷什麼 因為有一個點喔 有些時候我們都搞不清楚 他在沉迷什麼 我們就想要把它解掉 可是對孩子來講 他會很反彈喔 懂嗎 你知道什麼叫傳說對決嗎 知道嗎 知道嗎 知道再說啦 不知道還講一大堆 不能來對決嘛 各位問題來了喔 我們想要把它切掉 但是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在幹嘛 而且請記得喔 孩子網路成癮成迷 多少已經在告訴我 這一段親子關係 這一路走來已經走得不太好了 走得不太好 我現在又真的想要把它切掉 各位不用比 其實早就輸了 我們連會內賽 會外賽都還沒有資格踢喔 為什麼 他跟我談都不談欸 如果孩子願意跟我聊 傳說對決喔 各位這是好事喔 孩子願意跟我聊喔 他現在喔 在網路上 怎麼打怪怎麼打怪 分數到多少了喔 這絕對是好事 當然你可能覺得 我真的要投其手號嗎 當然啦 因為你真的要釐清 他為什麼坐在那邊嘛 也許是他的人際在上面 也許他的自信在上面 他的成就感在上面 但是我們都不清楚 各位其實喔 有一個很關鍵的喔 我們大人常常在 還不了解孩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想要這樣 我們都很想要把親子關係 私生關係用這種 像總開關的方式喔 把它搬過去喔 為什麼還是一定反彈 因為你根本都還不了解我 就你們都還不太了解我 我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其實在這邊喔 我會很建議啦 好 先不要急著想要去改變 他使用網路 其實先回到一件事情 孩子願不願意跟我們分享 不是說聽我講喔 跟雅思喔 不要讓他感覺你在跟他講道理喔 真的不要喔 講道理為什麼不要 講道理表示我在上你在下 雅思最忌諱 對你把我用這種方式來 這是最忌諱的啦 所以其實有個情況就變成說 當今天孩子在我們的關係上 一直沒有辦法很順利建立 其實這個議題就跟剛才 偶像的議題是一樣的 如果我願意去了解他 事實上孩子很單純 其實我必須這麼講喔 孩子真的很單純 當孩子慢慢發現一件事情 他感興趣的事物 其實你也願意去了解 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喔 這個距離就會越來越近 這個距離就會越來越近 可是現在有個狀況來了喔 如果我感興趣的 然後你不想了解 你甚至於想要去破壞我這件事情喔 那我一定會跟你反抗 那這是一個建議啦 好 我只是想要分享一點 就是剛剛王老師講的 那個 我的小孩就是前迷一個那個叫 一揚牽絲 然後就喜歡聽他的歌 那 基本上我是很贊同那個 王老師的那個 我就就是 聽 也聽他到底說 他到底欣賞這個人到底怎麼樣 然後我也開始播他的歌 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 播到我女兒出來說 拜託你聽了不煩嗎 我聽了都煩了 然後一個就是說 他好像很多年前他不知道玩什麼 然後我說你到底玩什麼 那麼好玩 借我玩一下 後來玩 後來玩到我就是不煮飯 他說媽 拜託你不要再玩了好不好 我說那 你就是這樣喔 其實我也是這樣 OK 對 然後你就分享一下 這裡主動分享真的很重要 其實我這麼講 一個人喜歡一個事物 多少一定有他背後的部分 像剛才提到水塔 事實上另外一個人 吳康仁 吳康仁的作品 我能夠看 我就盡量看 我就盡量看喔 所以家裡的孩子都知道 爸爸很喜歡看吳康仁 然後我也跟孩子講 欸你們知道嗎 最近爸爸瘦下來之後 有的人開始講說 爸爸像 吳康仁 你知道 有一次 演講中場發現有人醒 我太太開車來接我 我就跟他講 你知道 剛才有人說我像吳康仁 而且喔 我有看過他穿一件 那個白色的喔 跟我那個喔 婚紗那個白色的很像喔 我太太講了一件事情 你千萬不要在臉書上 告訴人家說 你像吳康仁 我沒有講啊 他別人講的喔 可是我心裡面有一股喔 很想講 結果我回去做什麼事情喔 那一天下午還要再演講 我只是回去吃飯喔 我就PO了兩張照片 一張是吳康仁 白色的照片 一張是我白色的婚紗照片 我只寫什麼喔 我只寫類似的部分就是 在藝人男演員中喔 就是我最欣賞的喔 就是吳康仁 我只寫這個喔 那兩張照片 我就這樣欣賞他喔 只是底下的人都自動留言 好像喔 好像喔 好像 話不是我講的喔 我只是鋪個機會 讓大家講而已喔 其實我喜歡他什麼 當然你其實是從不同的戲 我喜歡一件事情 同一個演員 我從不同的戲 來看他詮釋的角色 重點是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會順帶的跟孩子分享這些事情 所以當我分享孩子多少 就比較有機會知道 爸爸這個你竟然也在講 那當然有些事情 他可能就會跟你講 所以同樣的一個情形是 我們不要只是都在問孩子 我有個習慣喔 臉書上如果看到有趣的事情 我一定會先按儲存 儲存之後喔 再適當的時間 就是給你看 給你看給你看 這時候對孩子來講 他發現爸爸會主動 各位 這是一個關鍵啦 所以各位你有一個指標 你可以觀察一件事情 你的孩子回到家 他會不會主動跟你分享任何的事情 如果會 多少這個親子關係 又稍微再升上來 那這是一個建議 所以其實說真的喔 我們如果對他真的不了解 各位這個就跟修車一樣喔 今天車子拋錨了 我們都還不了解 接著引擎就把它拆下來 接著你就開始換這個換那個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怪的事情 可是你不覺得 我們在面對孩子的情緒行為都是這樣 其實寫這本書 寫前一本書 其實不外乎幾個想法 這些孩子現在在校園裡面 常常遇見 但是如果我們有機會 試著用合理的方式去認識他們 也許我們對待的方式 假設我們也有一些動機想要改變喔 其實這時候 其實雙方或者是整個教室喔 那個和諧其實相對就容易上來了 不容易 但是至少那個開始要先有啦 好 老師我 我有一個國八的小孩 然後他其實 我現在聽這麼多分享 我想他沒有情緒障礙這個問題 我自己自認為 但是他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媽媽你要小心 我跟他有衝突 他就跟我說 你要小心我有青春期喔 我兒子這樣跟我講 我說那你要小心我有更年期 那這件事情就一直反反復復 我們就為了3C的使用 一直反反復復 不管我進他手機 他的那個動機都很強 會偷偷拿 威脅他爸爸拿 但是我 我要講的是 他是一個沒有 就學習的程度 學習的成績很差的孩子 那他到目前我都沒有發現 他有 比如說對什麼 比較有興趣 比如說運動 運動 或者是讀書 當然是沒有成績 那我要怎麼幫他 那我要備註 我是一個有強迫症的媽媽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官員會不會跟 我們的一些衝突 是不是因為我造成的 這裡第一個點齁 面對孩子的學習成就低落 各位 學業成績低落 跟學習動機低落 這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有的孩子學業成績低落 但是有的孩子 他的學習動機也低落 有的孩子是 課業上我低成就 但是我在課業以外 我是很有成就的 所以現在有一個情形 如果你真的發現 孩子課業也低成就 學習也低成就 現在如果真的選一個 會先選擇學習動機 也就是說 要提升他的動機 會先從課業外的事情先開始 那這的話當然就會 回到一件事情 我們的孩子 他有多少機會去接觸 但接觸也包括 我們帶著他一起去接觸的事物 也就是說 從日常生活中 我們得去觀察 孩子他的潛能 他的特質 這麼講 如果說 在禮拜天 一天 他自己 自發性的會去做手勢 那這時候 或許你就可以 從裡面去觀察 對他來講 比較擅長的 這擅長的不見得都一定是才藝 不見得都是 科業 不見得都是體能 也許有的孩子糾團很強 有的孩子團購很強 有的繞廊很強 都一群人在羅斯福路 從一段到四段都糾結很強 各位 這也是能力喔 這也是能力喔 所以這裡的話回到一件事情 我們對孩子了解的程度 我常常會 想一些事情好 我們的教育 常常認為 孩子知道成績好 他所有的能力都會好 可是常常各位在新聞會發現一件事情 有些孩子 他是成績好 他模範稱 他讀了明星學校 但是有一天他出事了 不管是傷別人 傷自己好 這時候你會發現 常常常常新聞裡面都有一個畫面 很多爸媽都在講 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我的孩子怎麼可能 他怎麼可能是這樣 可是你知道 我都好想問你這件事情 我都好想化身為記者 好嗎 不好意思 我是品味新聞台 請問一下 你對你的孩子 除了優秀成績好之後 請問你了解他多少 沒有 來 那個六十哥這邊 喬安姐這邊來 我們直接現場 沒有 各位 這什麼意思喔 我可以講到多少 什麼意思 我知道有的孩子 他的想法 到底合不合理 我的孩子的抗壓性 到底到什麼程度 他的情緒表達 到底是用什麼方式 他的地雷到底在哪裡 他在學校會不會一個人 會不會常常一個人 等一個人沒有喝咖啡 就一個人 他在學校是被排擠 還是霸凌 還是他在霸凌別人 那這什麼意思 也許媽媽現在要做得好 開始試著去熟悉我的孩子 也就是說我要試著熟悉 熟悉一個最簡單的練習是 我可以講到什麼程度 我講還是我自己在講 不見得他真的是這樣喔 但是假設我真的在講他有限 但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我跟他就不熟悉了 這就像各位如果要講我 你可以講多久 假設今天你可以講很久 那多少 好像你真的對我了解很透徹 但是如果你發現 就像廣告一句就結束了 宜蘭都敏俊就結束了 有啦分數也有拿到 但是就覺得分數不高 對對對 現在又宜蘭孔流都來的 宜蘭吳康然都來的 其實這裡的話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眼前我們的孩子看似很熟悉 尤其到青春期 其實說真的喔 青春期我們的對話越來越少 因為孩子時間也越來越少 所以其實在這當中 孩子當然也點醒 我青春期到了 那青春期到了多少在提醒過什麼 他們的時間真的一直被壓縮 他們得要耗費很多的時間心力 在某些大人的要求上 接著他的整個關注對象 可以開始從爸媽轉移到同儕來 那為什麼我很不建議 跟孩子忍戰 因為青春期孩子本來就很忍了 你在忍戰喔 但是你要退兵時間就更久了 不要啦 所以其實在這邊如果媽媽開始提到 如果我有一些強迫症 到底會不會影響 通常強迫症在生活造成的影響是在於 我因為我對一些事物可能一直在那邊打轉 當然有個情形要看孩子今天他做的事情跟我交易的事情 會不會糾結在一起 有一種情形是沒有糾結在一起 但是我已經消耗掉好多的心力 因為我單單為了處理我自己的焦慮 我沒有辦法再來處理孩子 所以等到孩子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我的情緒可能就會很容易很容易再上來 對 那這裡的話當然就一到一件事情 我到底要不要讓孩子瞭解媽媽也有困難 就是媽媽在一些想法上也很容易在那邊不合理的打轉 那是不是也讓孩子瞭解在某個程度上 他是不是也可以諒解 有時候媽媽的反應爸爸的反應 有時候我自己也身不由己 那我想這是一個對話 OK 老師你好 有遇過好幾個小朋友 就不管是就是三歲兩歲到六歲 然後他們都是在家裡很會講話 可是在學校就是都不講話 然後只要一進校門就是都不講話 不管是什麼有需求還是老師問他問題 他都不講話 那就是該怎麼引導 因為就是也不是那種很高壓的環境 然後問他問題也沒有標準答案 就是可能想要請他分享一個事情 可是他們都不講話 這裡的話我針對選擇性接默 我做個分享 選擇性接默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他的語言發展順利 所以通常在家裡 爸爸媽媽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特別是在幼兒園 但是如果你開始發現不對 這個孩子怎麼來到學校 他不開口 輕微的選擇性接默 差別只是不說話 但是動作他的參與可能都還有 你現在要他去做什麼 他可能就過去了 比如你現在告訴他 他去幫老師把水拿過來 好輕微的是這樣 嚴重的是什麼 嚴重的是你叫他去幫老師把水拿過來 所以你就發現 好這兩個意思完全不一樣喔 如果是後者 已經在告訴我 說話這件事情 不要擺在前面了 因為說話是最難的 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讓這個孩子自在 讓這個孩子在教室自在 那如何讓他自在幾件事情 第一個 他如果擅長某些事情 比如這個孩子很會畫畫 我盡可能在課堂上多一些這些 盡可能我在課堂上不要點 不要點不要點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課堂上 會點小孩問 點小孩問 因為有的孩子會擔心 你會不會又要叫我講話 然後同樣的就是說 今天我是老師 假設今天他在我班上 有個點是我盡可能 也真的要微笑一點 因為有的老師不笑 可是你知道不笑我三 有的老師是會讓孩子很焦慮的 各位同學 來現在跟老師一起唱 來 開心點 來 開始 來 一直唱 來 笑一個 來 笑一個 來 跟老師唱 來 來 各位 笑不出來啊 現在 這是指說 當一個孩子他說話之外 他連動作都這樣下來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提供他一個比較自在的環境 最忌諱的是什麼 他不說 但是我想要讓他講 最忌諱的是什麼 來 針對這個問題 來 請你回答 說 說 說 來 不要不說 來 掌聲鼓勵一下 來 拍手 來 拍手 來 拍手 來 說 說 說 來 老師一點都不急 來 老師一點都不急 來 老師八點半才會急 來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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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當我一直叫他這樣說 當然他就越來越退縮 但是我們不經意的會這樣 來 現在開始 報數 一 二 三 四 他不講 其他小朋友快講 各位他開始有壓力 來 報數 一 二 三 四 他就不講 我們不經意的會出現這個 所以有的老師的敏感就變成是 好吧 我現在請全班唱歌 我就去注意他嘴巴有沒有在動 如果他沒有動 那我絕對齁 不分步 不分步唱 當然我也不會叫他起來唱 因為有些孩子的擔心 是擔心什麼 我的聲音被聽見 好 當我的聲音被聽見 有的孩子他會 屬於是不自在 包括他怕講錯話 怕人家笑 怕人家說太小聲 好 有的孩子是這樣 我只要在這個地方 聲音沒有被人家聽見過 我在這個學校 我就不會開口 因為開口會變得很奇怪 所以在這個處理上 他會很微妙 甚至於有些時候是這樣 有的孩子 他可能好不容易跟你講 比如你有一次問他 你也忘記 本來想說應該問 你問他 結果他就回答了 他講話了 來掌聲鼓勵鼓勵 各位 他又說起來了 所以其實在這邊指的是什麼 當一個孩子他發現 所有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特別是說話這件事情 我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 驕育和自在 所以其實老師在這種情況下 就會回到一件事情 我對這個孩子 我的熟悉 我盡可能不要讓他覺得說話這件事情 是一個會被注意到的 但是我也不能因此都不說話 我不能因此在課堂上都在畫畫 所以有的老師就會刻意 來現在這邊在跑步 到全班喊加油加油加油 所以我就會去聽他嘴巴有沒有在動 因為有的小朋友指示 嘴巴打開沒有聲音 我們也玩過 兩邊騎馬打仗 我就喊衝啊 所以小朋友是有的這樣衝啊 這樣有的是什麼 所以有的只是嘴型 但是不錯了 也就是說我還是得要製造什麼 製造一些情境 讓他願意開口的情境 但是我盡量不要馬上點在他身上 但是下一個點喔 如果他真的開口 你的肯定 請讓家長回家肯定 你不要在教室肯定他 你在教室 比如說今天他講大家拍手 他講大家拍手 他講大家拍手 他講大家也是拍手 但是你是可以讓媽媽知道 他今天在學校已經有開口 所以你回去可以喔 就是再比較去回應他這樣 這是一個好 那但其實在這當中 會有一件事情 如果我是老師 我可能要反應給家長知道 因為通常在幼兒園 有時候家長他沒有機會了解 所以曾經出現過一種例子是 孩子在幼兒園不講話 其實老師沒有提出來 等到媽媽爸爸也不知道 進小學之後不講話 小學覺得不太對勁 這時候再來問 問他幼兒園的狀況 媽媽在想沒有特別提啊 有一天回去幼兒園 就當我來問你的時候 有啦有啦 我才發現他三年真的沒開口 那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想說不開口 啊不錯啊 女孩子不是都講不講最好嗎 嘿嘿 各位 這是一個問題喔 至少把這個問題反應給家長 選擇性添默 非常非常容易被忽略掉 好 等到大家知道他的問題的時候 都已經拖好久 嘿這是幾個思考的點啊 好 其他這邊 問一下我國八的小孩 他其實在大家眼裡 他是一個很乖神經很好的小孩 可是我覺得他也有情緒障礙 他不會去表達自己的生氣不滿 OK 這裡的話 幾個建議喔 我們在使用情障這個字眼 可能要謹慎 就是 不要太輕易講我的孩子是情緒障礙 除非 除非媽祖有託墨給你 不然齁 真的不要輕易的 為什麼 因為齁 有時候 當我們輕易在講這個字眼的時候 有的孩子不自覺也接收到這個 因為情緒障礙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定義 但是我們可以講的是 也許我的孩子在情緒表達上 他可能有些困擾 他可能有些困難 那情緒表達基本上 說真的喔 我是孩子 你要讓我情緒表達 首先 爸爸媽媽 就要有人願意自我表露 事實上 現場幾位爸爸媽媽老師 今天扮演一個非常好的示範是 各位都自我表露出來 這個是需要梁靜茹的勇氣喔 你得要勇氣喔 所以有一個情形 我希望孩子能夠表露 至少我自己也要能夠聽講 就我自己也要能夠試著把它說出來 可是假設我自己很少講 很少講 孩子他真的也沒有那個機會講 所以這回到一件事情 我們大人自己願不願意講我們自己 然後講到什麼程度 事實上爸爸媽媽不見得在孩子心目中 都要維持一個高高在上 你一直把自己弄到很高 那個距離就來了 真的不需要 因為有一天我們都會掛在上面掛很久 各位不需要這麼早喔 你的脆弱你也讓孩子知道 也就讓孩子知道原來爸爸媽媽也會有這些不完美的地方 這時候多少他就會再把它調整到一個比較合理的程度了 所以如果說今天孩子好像在表達上 各位情緒的表達不單純我只是說出來 有時候我會看孩子他在表達情緒都是用什麼方式在表現 當然對很多老師爸媽很辛苦的是 孩子都用一個很激烈的方式 那如果說我真的不希望他用激烈的方式 但我可能就想要來問我自己 各位一個最簡單練習 如果你的孩子生氣會摔東西 會尖叫 假設我不希望他摔東西尖叫 那你可以問我自己喔 那我希望他做什麼 請用具體的 我今天不希望他摔東西 那我希望他做什麼 我怎麼表達 各位生氣是一個很自然的 你不要否定他的生氣喔 你也不要想把他生氣這樣壓下去喔 但是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那我不希望他摔東西 那我希望他怎麼表達他的情緒 你希望他怎麼表達 如果你希望他好好說 那重點來了喔 那我平時就要練習好好說 不是說我叫你好好說就好好說吧 那不然你這樣說他又說了啊 你幹麼不讓我手機啊 你怎麼好好講啊 你怎麼講那麼兇啊 你幹嘛都學嘛 那講成那樣 各位不對啊 你自己講話都這樣喔 請記得喔 我們希望孩子改變 請記得一定要練 一定要練 一定要練 孩子改變絕對不是 只是我們嘴巴一講 他就變了 不會 其實看這本書 有個關鍵 你看了之後你執不執行 你要不要試著去執行喔 當你願意去執行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些事情會開始產生質變 其實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喔 你在執行的過程中 你慢慢就會針對書裡面所敘述的事情喔 你慢慢的就會開始去瞭解 為什麼這句話是這樣子寫 那句話是那個意思喔 這是一個建議喔 好 最後QA 最後六分鐘護醫生 來這邊 老師請問一下 如果說這個小朋友 他有起床氣 然後一起床 如果沒有睡飽的話 就會一直罵 或是打人 然後可以感覺到 就是說他的爸媽 跟我分享說 媽媽也是有這種情況 常常在家裡也是 什麼不如意啊 或者就拼命的罵 這個小朋友才三歲 那怎麼辦 因為常常都是這樣 這裡的話 分兩個層次 一個是起床氣 一個是我們大人罵 說真的喔 孩子他學得很好啊 他只是把大人的複製過來而已 所以我常講一件事情 如果我不希望孩子出現這個行為 那我大人就不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我大人如果繼續採取罵的方式 那孩子只會越來越像而已 這是第一個原則 起床氣這件事情回到一個關鍵 事實上每個人睡眠都有個週期 有的人是一個半三個小時 四個半六個小時 有些人他是二四六八十 對我來講 我明天起床時間依然是四點四十五分 那現在你可能問我 我可能問你喔 那我幾點要睡 但你可能告訴我 你早點睡還在問 我不用早點睡 我只要先確定我起床的時間 接下來我來了解我自己 如果我是1.5 3 4.5 6 我就開始往前推 我就推到一個齁 一個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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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我4點40分起來就起來了 起來之後你補個樁 半個小時之後 5點15再開車出門 從宜蘭再到台北車站 我的精神其實都是好的 搭高鐵 我可能還在看日劇 看台劇 接著可能演講 中午可能到處去走路 再演講 然後再坐車回來 我的精神可能還是好的 那重點在哪裡 你起床的時間 剛好是你那個循環 結束了 可是今天有個孩子起床 發生在哪裡 我們把他叫起來的時間 剛好是他非常熟睡的階段 所以你把他叫起來的時候 其實他整個人睡眠都還沒有完成 所以在這當中的話 以前我們都說早睡早起 其實現在的做法是 你什麼時候要起床 你往前去推 你什麼時候需要睡覺 以我來講 有時候三個小時 有時候不能常常喔 有時候我只要三個小時 我都可以一樣完成起床 接著開車接著演講 但是我不能太常 因為畢竟睡眠時間被剝奪嘛 可是假設我起床的時間不對 其實你一醒還好 那個狀況就很累了 對 所以其實這是回到一個 我們對孩子睡完的了解 各位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用二四六八十去算 你如果希望他七點起床 你就往前推 七點五點三點一點 十一點九點 如果你覺得十一點睡太晚了 你就九點睡 七點一把他挖起來就挖起來了 他就不會還在那邊 一直有起床的這個問題 好 這是一個建議 好 現在距離簽書會只剩兩分鐘 可以有沒有最後一個問題 好不好 最後一個問題 有沒有 好 我們就最後一個問題 老師 如果有那種孩子 他對於收集小小東西 你就像路上撿到一個小葉子 他全部都把他收集滿滿的在櫃子裡 然後呢 甚至連他去超市 他看到人家的葡萄裡面 有那種很小很小的葡萄 他把他放在口袋 他認為那個 他帶回家 爸爸媽媽問他為什麼 他卻說 因為我覺得他很可愛啊 OK 那個很多 我們大臉在做這件事情 這裡是第一個 只要他拿這些東西 不是偷來的 只要說這個東西 他整理分類的很好 那是一個非常自得其樂的事情 競技又實惠 我這麼講 本來每個人收藏的事情 都事物都不一樣 也許有人的興趣是 收藏我的十五本書 也許有人收藏的是那些瓶瓶罐罐 各位 這都好 其實只要這個孩子 再獲得這個東西 第一個 他不是非法來的 再來他不是那種髒亂一堆的 事實上很多的創意 很多的巧思都在這邊 其實反正父母要高興 因為讓爸媽省下很多 買玩具的錢 如果說他還可以分享 其實你接下來可以做什麼 可能做分類 可能做一些 比如說他今天 你甚至可以開展覽 家裡開展覽什麼意思 一張A4紙 上面寫一寫什麼 展覽把它擺在桌上 各位這很不容易耶 這是好事啦 這是好事 因為每一個人的收藏 不見得都要收藏 大家在收藏 不見得說你一定要收藏 皮卡皮卡 有的人他只要收藏葡萄籽 他就很高興了 所以其實在這邊 我覺得這不會是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大人願意去瞭解 甚至於大人也願意共同參與 那真的今年你們的經濟就會省很多 因為其實那是一個樂趣啊 生活中找到樂趣 自得其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現在時間即將八點半 所以我們QMA就先到這邊了 謝謝 謝謝一中心也是今天很精彩的演講 那待會我們就會進行那個簽書會的部分 那現場都有販售就是一中心